这边的话来看一下明天的更新内容 首先是文豪与群联动开启 关于这部分的内容 大家可以看一下往期视频 关于此次联动补偿的内容介绍 然后是明天更新过后 月月逃脱新增高难度的挑战模式 玩家到时候可以在主队界面的右上角勾选高难度模式 目前的话还不太清楚该模式下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可能是增大减速度以及陷阱的触发概率之类的吧 此外该玩法的话在下周四更新过后就会下线 还没有玩过的小伙伴们可以去体验一下 然后是关于囚徒的一些优惑 当囚徒所连的密码机通路被破坏时 会显示不可连接时期时间 这个应该是囚徒在打开地图 重新进行连线的时候 会具体显示被踩电机所生于的连线时间吧 最后两个体验优惑是之前沃唐会提到的 就是关于匹配过程中 能否就是边在贵室大厅一边玩手一边等待 而不是在等待大厅里面坐牢啥也坐不了 所以此次更新过后 除了部分模式 绝大多数模式的话将不会再进入到匹配大厅 此外在进行正常匹配时 还支持玩家同时进入两个阵营的匹配队列 而不是来回选择 这点优惑的话做的蛮好的 好了以上的话就本期视频内容 喜欢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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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